好,這一段影片主要想跟大家說兩條Past Saper 2012年1997年 都提一提同學 其實Money Creation 都有一些不是計算的題目 通常是兩方面的 第一方面就問一些Assumption 第二方面,1997年Q9C 都問關於Money Creation的Assumption 另外就是Process Money Creation的Process 1997年Q9C 其實都是需要寫出來的 所以稍後會看下97年那條 還有看下DSE的題目 2012年Q14的 我們首先看2012年Q14的一條 這裡見到有Bound Cheat Reserve 1,000 Loan 3,000 Deposit 4,000 他說Puppet 總是保持500M的Cash 銀行是沒有Excess Reserve 沒有Excess Reserve 其實就幫你找到RRR 如果沒有的話 即是直接拿回1,000元 除回4,000 那就會是25% 下面通常都會用到的 因為銀行乘數就要看RRR 現在A那裡 看清楚一點 這裡就說是 計算過Money Supply 這裡也不需要再說Maxim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本身已經符合了RRR 那個情況是4倍的 如果沒有特別新鮮的注入 最大可能的存款 其實就已經是上面的Deposit 這個呢 已經是一個Maximum的數 所以提不提 其實分別不大 那麼呢 計算過MoneyBase C加R 即是C現在是500 那R是1000 那即是1500 500 加1000 1500 那Money Supply 就是C加Deposit C呢 就是500 而Deposit 就是4,000 那即是4,500 那下面都有的 那假設 它說中央銀行 就降低了 降低 最低 就是requited reserve ratio 這個minimum reserve ratio 就是requited reserve ratio 就是5% 那原本是多少 原本是25 就是現在變成20% 那MoneyBase 有沒有改變呢 叫你解釋 那其實就沒有的 最主要是因為沒有新鮮的注入 那它exactly是怎樣寫呢 那同學可以看一下 那它這裡就說 那降低這個disk policy 就是降低這個RRR 那就是預算的 就沒有變成 就沒有變成 而Drenal Puppy Cash Helper Drenal Puppy 也沒有少 沒有影響 沒有多度 因為M0 等於R 加上C 即是 用到這條式去解釋 R和C都沒有變成 所以M0就是沒有變成 計算金融伴供 這個新的金融伴供 因為它說不永遠保持Excess Reserve 而公眾也持有500M的Cash 換句話來說 計算過最大可能的金融伴供 如果你看回它的 Reserve 就有一千 銀行乘數現在就變成1除以20% 即是5倍 Mini Supply MS 就會是5000M 提一提同學 你記住寫單位 因為你不寫單位 其實就會扣1分 變成很不值 題目可能6分 你被人扣1分 即是計算的部分 6分就被人扣1分 很不值 不好意思 原來我只是計算了Deposit 其實我又漏了計算的Cash 所以MS需要 將這5000Deposit計算 Masum Deposit計算 MS加上原本的500 加上5000 Masum 5500M 我剛才也看錯了Deposit 我剛才也看錯了Deposit 我剛才沒寫清楚 是5000Masum Money Supply 就是Cash 加上剛剛計算的Deposit 那會計算到5500Masum 另外一條的題目 就是97年 也想跟大家去看看 因為這條 即是你溫這條 其實就 概括了 所有寫東西部分的題目 如果這一課的話 如果這一課的話 所以97年這條 我想我們實際的Money Toolbase 其實就多了錢 那叫你用以下的一個 要用一個Money Creation的一個 Process 存款創造的一個程序 解釋實際 那個銀行存款 創造到的 為什麼會小過 最大的 那個數目呢 那麼 實際創造到的 為什麼小過最多可能的數目呢 Masumum 就說 之前也提過的 即是符合 四個 雅森唇 符合這四個雅森唇 假設底下 最大可能的存款 因為最大一定是無限 這裡鎖最Masumum的就是 符合這四個 條件底下 一個可以創造的存款 那這個Process呢 其實就 其他有時 他當然未必很直接地問的 但是就 Process 其實都 有機會用到 那 當然你要有時分辨一下 要不要寫下去 要靠同學的判斷力 那這個Process呢 我建議就 最好就寫回 就是 它是 最低儲備制度底下 最 Dur 如果 Grammar 應該有Dur 在一個 最低儲備制度底下 它 銀行是 可以保留一部分的儲備 這個就 最好寫回 因為 之後的 DSE 題目 都有提過 這個Term 所以 這裡就 最好寫回 因為下面的Marking Scheme是沒有的 但是 它之後有一些 題目 你要用到這個 存款創造過程的知識去答的時候 其實就有提過這個Term 所以這個Term你就 寫回 你可以寫回 這個部分儲備制度 它的意思就是 銀行要保留 部分的儲備 它的意思 你寫回 你最好 存款創造的過程 你第一點 你最好寫回 實際發生的情況 有機會是 注入一些錢 有機會是怎樣 拿走一些錢 這裡的錢的意思 即是說M0 Legal Tender 行不行 這裡我就用得沒有 不是太準確 就 將一些錢 將Legal Tender注入 或者拿走一些Legal Tender 其實就是你要看題目的 所以這裡 你留意 因為題目就說 有10萬元就從海外借出來 借了進來 就去興建鐵路 其實你可以當是reserve多了 或者你說cash help Hypublic多了 這裡沒有說得 太清楚 總之散一個 reserve其實就多了 多了是10個Billion 那它才是一再創造的 如果沒有新水 沒有什麼新的Legal Tender 就創造不了 所以第一件事 就要看題目 這裡就 看看題目 給你什麼資料 再寫回 究竟是注入 還是拿走 這裡是注入的 其實之後的過程 都很standard 這些其實就是 很standard的一個過程 來的 那銀行怎麼創造貨幣呢 借了一些超額貨幣 銀行 有新水 那你就借了一些超額的儲備 有多10個Billion 借給公眾的 說清楚給公眾 因為存款過程就是 把錢借給公眾 公眾 就再存回 那些錢 進去銀行 是不是 那這個過程 繼續 直到 沒有一個Excess Reserve 銀行不可以再放貸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會 完了 是不是 這個過程 同學 就 解釋一下 如果有用到這個知識 你留意 5點 實際的Marking Scheme 他說 有些錢就注入 本地銀行那裏 那裏 本地銀行就有些Excess Reserve 借了一些Excess Reserve 再存入 當然他就沒有特別提到 過程什麼時候停 當然 你寫完清楚一點 我想這個上面這5點 可能 我覺得我寫得 會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我這裏就 就列了給你看 還有 提回 required of research system 你最好看一提 會比較 好一點 那 下面這裏 那裏 那裏的過程 就是 題目就說 Unusing the process of deposit creation 其實就解釋了前面那句 而後面那句 為何創造到的存款呢 就少於 那 剛才也說過 那 那 符合那四個 Assumption 如果 創造那個 少於最多的數 那就是 不符合這四個 Assumption 那你就 說回 其中一部份 那 第一個 required reserve 就可以創造存款 那其實那個就用不了久 因為創造存款 一定是符合的 那另外你就可能 說什麼 一個就現金流失 現金流失 cash leakage 那或者銀行持有超額儲備 那或者 一個 是吧 那個 就不夠的 那通常的 marking scheme 他就當 這兩個假設 是同一樣的 那其實我們 輸了到 或者一般教育科輸 其實都是說 銀行持有超額儲備 貸款需求不足 兩個假設 不過他通常就 考蘋果他不是這樣當的 他是 將 excess reserve 和 insufficient demand for loan 當是同一樣東西 同學 這裏說回 換句話來講 四個假設 有一個 required reserve rate or fractional reserve system 其實就用不了 另外 三個 有兩個就 重複了 所以其實你發覺 寫來寫去 都是 現金流失 那些人 不肯存回 那些錢 另外一個 就是超額儲備 有超額儲備 那那個 銀行就 hold一個 excess reserve 或者不夠 貸款的需求 那這段片呢 就 講到